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捐最多的款,却挨了最多的马 捐款330万的王一博,真让人心疼 提起王一博,很多观众想起的 除了陈情令,风起洛阳,等大热剧 然后就是他出众的街舞水平了 当然,还有围绕着他的各种各样的话题 作为顶级流量男明星 王一博从来都不缺争议,不夸张地说 王一博的一举一动,几乎都能够引发争议 但王一博之前的一次争议,却着实让人心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图所示,近期明星给河南捐款的明细公布 而在捐款名单上,王一博捐款330万 位列名单第一 然而在当时明星们给河南捐款的时候 因为王一博及其工作室一直没公布捐款数额 而导致了各种质疑 很多网友误以为王一博没有捐款 只是去现场支援 还做了很多营销和宣传 再加上当时王一博跟随韩红老师 亲自去河南支援时 各种照片和爆料层出不穷 导致那段时间的王一博 备受吐槽和嘲讽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王一博都因为那次支援而备受争议 直到如今 这份捐款名单终于可以还他一个公证和认可了 回想当初 王一博立马放下工作 去支援自己的家乡 他跑来跑去搬运物资 在深水中拖着物资行走 帮助老人和儿童 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却最终导致了大家的不理解和不认可 就连很多河南的老乡 都在网络上吐槽他 如今再看 在那次支援中 王一博明明捐了最多的款 却挨了最多的骂 如此对比 真是让人心疼啊 所以在这份捐款名单公布之后 很多粉丝和网友在评论区表示 心疼王一博 当初他捐款330万 还亲自去现场支援 但却没有收到一句夸奖 反而遭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和吐槽 这样的不平衡 不知道王一博当时是如何感受 所幸的是 虽然有点迟 但该来的认可和夸赞 好歹还是来了 只是 回顾当时的王一博 真让人心疼 真是 рад志 不平衡 无论 看 别人 我 还 是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